台灣跟立陶宛要2萬劑疫苗 但名嘴踢爆 立陶宛280萬人口 確診卻高達27.8萬 換言之立陶宛全國 每10個人就有1人確診 為何要送疫苗給台灣 你覺得人家要疫苗 這像話嗎 名嘴炮轟 當蔡英文瘋狂感謝美國送疫苗 似乎忘了我們跟美國買的貨可沒到 我感謝美國什麼 我跟你買500萬 你只給我39萬 你還欠我461萬 我感謝你什麼 我沒有跟你叫算客氣 你今天丟250萬給我 250萬給我 那你還欠我211萬 名嘴更點破 立陶宛跟美國 就是標準的反中反共派 送疫苗給台灣 居心不簡單 我們跟大陸完全沒關係 我們離大陸10萬8千里 站紐西蘭旁邊 你覺得這些人會送疫苗給我們嗎 你要對抗大陸 你要被美國當傀儡 那是你家的事情 不要來煩我們 我們要學那個半折直樹 加倍奉還 我們禮尚往來 我們送高端跟聯亞 那個只有做二期 沒有做三期的疫苗 送20萬給立陶宛 台灣不是沒錢 沒能力 卻落得在病毒跟政治 夾峰中求疫苗 有了500多條人命 剩下任人擺步 當棋子的命運 記者 李璇 台北報導